另外一则广告是这个电玩广告 因为呢这个焦点锁在锁定在女性的上围 先前呢引发了很多讨论 这到底该不该罚呢 这两只被质疑是过于暴露女性身体的现场游戏广告 昨天在NCC召集了各界专家学者的咨询会议上 与会人员倾向建议NCC以发函的方式要求广告商 广告必须要改进 至于明确的会议决定 NCC会在下个星期三之前做出决议 线上游戏广告尺度大引发社会议论 由专家学者及民间团体所组成的NCC广告咨询会议 已有初步的讨论 这是因为最近有几只备受争议的线上游戏广告 包括拿电钻钻地的叔叔以及辣妹打麻将 这两只广告都被NCC以物化女性之嫌送神讨论 至于瑶瑶代言的电玩广告 因为没有镜头特写问题位列送神名单 由于叔叔代言的线上游戏广告 日前已经经过修改 以新版本再度播出 至于麻将辣妹广告也已经全面停播 因此参加审议的学者专家 在讨论表决过后 初步已有共识 将采取发函要求改进的方式处理 广告商对此表示 无论最后决议是如何 都希望相关单位能明定标准 让业者能清楚尺度拿捏的空间 中间新闻季云台北综合报导 中间新闻季云台北综合